今天是宗之主日 如果您看我们的节目单的话 在这个右上角,年约日下面 牧师写着宗之主日 英文是Pom Sunday 今天是全世界基督教教会的基督姐妹一起 包括天主教,一起来庆祝这个基督的主日 把荣耀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所读的基督文告诉我们 主耶稣于这一天骑着一头旅军进入耶路撒冷 受到民众手持棕榈树枝家道欢迎 如迎接君王的旅运 人们对着主耶稣呼唤的和赛那和赛那 今天这个主日又称为基督苦难主日 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一周被出卖 被审判 最后被驻十字架死刑 主耶稣在这一天进入耶路撒冷 走向十字架 也走向复活 所以今天这个主日是下一周复活前的主日 编号制着圣周 因为是Holy Week的开始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讲这个故事 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 这四本福音书 我没有想过 为什么当时犹太人 他们在这一天 他们是如此的欢迎主耶稣 可是 没有过几天 这些犹太人 对主耶稣的态度 就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他们不仅 不把他当作君王来迎接 反而把主耶稣定制在十字架上 那么对于你我来讲 两千年以后 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 又能够学到什么封课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主耶稣 感谢赞给你 感谢主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感谢主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 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圣灵的真理 在这个时候 就求助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口中的言语 心中的应言 都能够帮主越纳 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 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明白 大家都会造就 主的灵得荣耀 感谢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首先我们看一看 为什么当时犹太人 他们会如此的盛况空前的 来欢迎主耶稣的到来 今天我们所读的 约翰福音12章12到13节说 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街的人 今天耶稣将到耶路撒冷 他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 喊着说 和善那 奉主迎来的以色列王 是应当称颂的 棕树是棕榈棵棵里面的树 这个棕树 这个棕树有2400多种 在以色列人的地方 他们种的棕树 叫做枣椰树 英文叫做Date Palm 在耶稣接受很多非常甜蜜的椰树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我们小时候把它叫做 以拉克一枣非常好吃 前年我和王明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 每天早饭的时候 都吃好多这个椰枣非常好吃 这个椰枣是当年上帝 把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北地的时候 赐给他们的七大农作物其中一种 这七大农作物 一个是小麦 一个是大麦 另外还有五种水果 就是葡萄 五花果 石流 甘 可以从榨油 还有就是从椰枣里面 可以提炼出蜜 这是在圣明记里面的记载 另外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 所罗文他所造的那个圣殿 墙上和门上都雕刻的棕树 后来以希杰在音响中 他所看到的那个新的圣殿 墙上和门上也都雕刻了棕树 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 棕树之相公的赞美 敬拜和得胜 常用于敌日 和善那是希伯来语 就是宋战和赞美的意思 当初的犹太人 他们向主耶稣如此欢呼 欢迎主耶稣 因为他们以为主耶稣就是上帝 引起他们的以赛亚 他们民族的救星 来设计犹太人 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 恢复以色列国 当时以色列已经亡国几百年 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 犹太民族几百年来受压迫 他们一直在哀求 请求上帝听他们的哀求 检救他们 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 在以色列的历史上 这个犹太民族 曾经在埃及住了四百年 他们在那边受到政治上的公议 受逐步的公议 后来他们哀求 上帝听了他们的哀求 就解救了他们 选败摩西 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 带到加拿南美帝 后来建立了以色列国 很多年以后 以色列国亡国以后 上帝又通过先知 告诉犹太人 要派一个救世主 也就是尼赛亚 来解救他们 所以 当时 当他们看到主耶稣 所实行的神迹奇事 比如说 耶稣能够叫拉撒路 从斯里复活 他们相信 耶稣就是那位尼赛亚 就是那位救世主 所以他有家道欢迎 还把衣服 穿在地上 让主耶稣走过 其实 不仅当时的一派人 需要救主 今天的人们 同样的 也需要一个救主 别再寻求救主的帮助 当然 今天的人们 一般来讲 不是需要一位 把他们从侵略者的统治下 解救出来的救主 而是需要一位 把他们从最终 解救出来的救主 比如说 在中国大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 物质上 有非常大的发展 上个月 我去中国 看到高速公路 这是四十八 这个高速铁路 不仅在大陆 已经贯通东西南北 在海南岛也修好了 环岛高铁 可是 物质生活的追求和享受 把人们心里的罪的本性充分暴露 大家都知道 外界环境的污染 包括空气的污染 水的污染 食品的污染 到了列列发生的近况 上个月我在中国的时候 一看一大早 我从冰本的窗口 往往一看 白毛毛的雾毛 什么都看不见 后来 在北京 下一张 马智国成定 他们请我吃午饭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告诉我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说去年十一月有一天 在北京 那个PM2.5 高达一千 他去自己的部校去看他的老师朋友 结果跑丢了 因为他看不到 他所熟悉的楼房建筑 不仅环境被污染 人心同样被污染 我在北京的一位老同学他跟我说 诚心的缺失 源于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 道德的缺失 都是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切向前看的恶果 有一天我在北京病院里面 准备有我们讲课的内容 然后打开那边电视 我也没有很在意的听 后来听了他们的讲 目前在中国送财礼的这样的一个风俗 这个评论员说 现在很多人要想娶媳妇 先要先借钱送财礼才能够订婚 然后他说 你们知道送财礼多少钱吗 诶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我就注意听了 结果他说 是万紫千红一片绿 有的还要一栋加一镜 什么叫万紫 那个紫颜色的人民币 是五块一张的 万紫就是五万元 千红红颜色的是一百元一张的 那么就是十万元 一片绿 绿色的是五十元一张的 所以也不知道几万元 一栋是一个汽车 一进这个房子 自从新冠军主席上来以来 已经有超过一百只大老虎被抓起来了 什么是大老虎啊 就是省力级不影级的领导干部 有一天我从海南岛坐飞机去北京 在飞机上看到报纸上说 又有一只大老虎被抓起来 这只大老虎是以前东莞的市长 广东的副省长 说他在他和他的亲友名下的存款 三百七十亿 还有价值五百一十亿的债券 还有超过三百多处的房产 六十多户汽车 加起来超过九百亿人民币 这种贪污腐败的千万受复 让人难以置信 面对着这种方方面面的问题 人们都在期盼着寻找着 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处境 当年的犹太人在盼望的救助 今天的中国人 也在寻求解决问题的良策 也在寻求一位救助 我在北京的时候 见到一位老朋友 我们教会以前的弟兄李玉峰 他现在住在北京 一在那边工作 他一再跟我说 要为后牧师好 师母好 为后这种弟兄姐妹好 他在北京住了好多年 对北京的情况很了解 他跟我说 在北京有很多的家庭教会 那三次教会 华国海淀教会 那更是常常抱歉 基督教在很快的发展 人们在追求着真道 不仅中国人需要救助 就是当年 宗教改革的起源地 德国 瑞士的西欧国家 也是非常需要救助 去年下半年 马银安路士来的时候 他跟我们分享说 这些西欧国家以前 敬畏上帝 多么蒙福 可是现在呢 他们远离上帝 教堂空空 问题多多 相比起来 美国还算是比较好 还有很多人 敬畏上帝 也还有很多教会 可是大家知道 自从六十年代 美国法定 不允许在公立学校敬拜上帝 不允许在公立学校 以基督教的圣经的真理 来教导学生 美国整个道德水平 一直在下降 以至于发展到去年 美国的最高法院 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当我们言读圣经的时候 看看以色列的历史 就不会奇怪了 因为人的罪行 当人们生活安逸 抬出小兔的时候 就容易忘掉上帝的恩典 自以为靠着自己 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就容易去拜偶像 远离上帝 正如圣经在圣经里面 警告了以色列人所说 恐怕你吃的饱足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你的牛羊加工 你的金银增添 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征 你就心高气傲 忘记遗憾法 你的上帝 前几日子有一次 我们礼物须给我们祈祷 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孩子 这些孩子的生活 和学习环境都非常的好 这是上帝的恩典 可是我们这些做家长的 也要格外注意 否则我们的孩子 会被这个花花世界所吸引 而远离上帝 所以不管是 两千年以前的犹太人 还是今天的现在人 人人都需要救福 那为什么 没有几天以后 这些犹太人不仅 不再把主耶稣 当了君王来迎接 反而把他定死在十字架上呢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得了一个驴君 就骑上 如今上所记得说 西安的民啊 不要惧怕 你的王骑着驴君来了 驴是温盛的动物 由于驴不像战那样的威风 所以在圣经里 用驴和马走对比 以表明其驴者的驴和和威雅 同堂来说 当大君王进入京城 都骑着高头大 浩浩荡荡 威风伶伶 但是主耶稣呢 他一反常态 骑着一头驴居入城 主耶稣带给人的一个信息 就是他带来的是和平 当时在耶稣那个年代 犹太人在罗马政权统治之下 他们期盼着耶稣能向一位 统领大军的弥赛亚 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府 可是呢 主耶稣就骑着驴居进城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带来的是和平 不是战争 对当初的犹太人来讲 他们期盼了一位 像大卫王一样的救主 把他们从罗马的庭下 解救出来 可是主耶稣呢 不是领导人的闹革命 不是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 来重建在地上的以色列王国 而是为了把人从最终救出来 而是来建立上帝的国度 让天父上帝的主义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当犹太人他们发现这一点 而且主耶稣毫不留情地 指责他们的罪 和他们的假冒为善的时候 他们就大失所望 后来 他们更发现 主耶稣说他的自己 就是上帝 这些犹太人 就不仅不再欢迎主耶稣 反而要把他定制在神价上 今天 很多人 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 来到教会 也有人觉知信主 也有些人受洗加入教会 可是 有少数的人 在内心深处 并没有真正完全明白 福音的真正的含义 而只是想为了自己 得到一些亲生的好处 如果这些人 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 没有真正的接受主耶稣 作为自己的救助 把自己从罪中 解丢出来的救助 而是 我们还是过着一个 以自我为重心的生活 那么 嘴巴上讲信耶稣 这些人 يع那立即会 除非准离御驹摔在那里 也会每erne 分居 ons 为什么要做这事 你们就说主要用它 有的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说 或者我自己心里想 上帝不会用我的 我的能力非常的有限 我的灵命也常常会起初固定 我真的就像那一头弱弱的女君 不是一匹有用的粮吗 可是保罗怎么说呢 保罗说上帝去拣选了世上驴酌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各位弟兄姐妹 能够使这一只驴君有用 乃是在于主要用它 当你知道主也要用你 你何必自卑而逃避呢 前几日子有一次 我们参加全联读经计划的弟兄姐妹 在和牧师讨论出埃及记的时候 谈到上帝 调选佛心 我们的长辈 张弟兄说 最重要的不是你能不能 而是你愿不愿 正如圣经所说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悦难 乃是照他所有的 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所以不管是两千年以前的犹太人 还是今天的现代人 都需要耶稣为救助 那么两千年以后的今天 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 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呢 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 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 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 才想起这话 是指他写的 并且众人 果然像他这样行了 当耶稣通话 拉撒路 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 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 就做见证 众人因听见耶稣 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 所以在这里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当时众人热烈欢迎主耶稣 是出于对神迹歧视的好奇心 并非相信主耶稣 就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当时犹太人 所表现出来的 对主耶稣的敬拜 对主耶稣的荣耀 和主耶稣自己所讲的荣耀 是完全不同的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 多次提到德荣耀 什么是德荣耀 今年1月24日 石传道在这边讲道的时候 他说啊 这里讲的德荣耀 不是光宗耀祖 一经还乡 加到欢迎的那个时候 而是主耶稣 被举起在十字架上 被钉子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主耶稣为了完成天赋上帝的救赎计划 道成肉身 降世为人 为了我们的罪 被钉子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 从死里复活 后升天 因着主耶稣的受死病出火 他战胜了罪恶 战胜了死亡 也让一切信靠他的人 能够战胜罪恶 能够战胜死亡 所以 主耶稣的受死 被钉子在十字架上 不是完了 而是成了 不是失败 而是得荣耀 所以对于同一件事情 从人的眼光来看 还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往往是完全不同的 从人的角度来看 两千年以前 当犹太人 欢迎主耶稣的时候 好像是充满了荣耀 当犹太人 定死主耶稣的时候 好像是很大的失败 可是同样的事情 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犹太人 欢迎主耶稣的时候 他们追求的 是人的表面的风光 是短暂的成功 当犹太人 他们把主耶稣 钉子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却是主耶稣 得荣耀的时候 正如我们今天所读的 圣经里面所说 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接出许多子力来 同样的 我们接受主耶稣 成为基督徒 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 得到一些益处 一些精神的好处 那就是一件 非常可惜的事情 当然 我们刚刚开始 来到团庆 来到交会的时候 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好比说 到团庆来 有很可口的 中国菜 比如说 我们到团庆来教会 交一些好朋友 包括 来教会 交男女朋友 这些都很好 都是主的恩典 可是我们来到交会以后 要有升华 要通过读经 祷告 团庆生活 除了崇拜 越来越认识主耶稣 和主耶稣 有一个直接的 亲密的关系 才能真正的活出 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 那个新的生命 更丰盛的生命 前几天 一位弟兄在微信里面 分享了几幅话 还能说明一些问题 有些人所期待的信仰 是带来爱情 金钱和荣誉 而上帝所要的我们的信仰 是我们要背起十字架 来跟从主耶稣 有些人以为救恩 只是进入天国的入场圈 其实救恩还包括 我们品格的塑造修剪 有些人以为上帝要的 就是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才能 可是上帝真正的要的是 我们把自己 现象作为佛际 当然了 我们不要问问别人 一个人 有没有真正的得救 只有上帝知道 可是我们要认真检讨自己 省谈自己的内心 要真正知道 我自己所相信的是什么 我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 自己是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 满温得救 这是很严肃的问题 否则 否则到最后 到大想干的时候 主耶稣是会说 某某人 我不认识你 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我们林博士跟我讲过好几次 一个人读经祷告 参加崇拜团契 不代表这个人一定就是爱主耶稣 但是一个人如果是真正的爱主耶稣的话 就一定会常常读经祷告 参加崇拜 参加团契 就像圣经所说 好树 一定要结出好果子 去年年中分享的时候 有一位同工商这样说道 我发现释奉主 是大有荣耀 大有福气的 因为参与释奉 我就是和那创造外有上帝同工 想象一下 如果我有机会和美国总统一起做一个项目 或者说中国国家主席一桶周游灭脱 参观考察 这是何种的荣耀 如今 我有机会和上帝同工 那种荣耀 不是更大 更有永恒价值吗 当然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有限 是软弱的 靠着我们自己 我们不可能完全地活出主耶稣的那篇大爱 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战胜 魔鬼撒旦的攻击 所以主耶稣 得荣耀升天以后 他就把圣灵保卉师 赐给我们每一位 真正能恩德州的基督徒 帮助我们 明白上帝的话语 明白圣经的真理 给我们有智慧 能够远离 并且战胜罪恶 帮助我们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 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 能够尊主伟大 尊主化信 这是何等恩典 何等的福分 感谢主 赐给我们许许多多 美好的榜样 让我们可以得到学习 被激励 能够更好的荣耀主 我们所爱的安东弟兄 就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 他真的是我们的好榜样 今天一月份 安东弟兄 他自己在承受着 很痛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不要为我无泪 不要为我说哈利路亚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成送的 安东他们搬去 包特邦乙坐 我们常常会在电话上 一起来分享 一起来祷告 我每一次 和安东弟兄 祷告的时候 都深深地被感动 被激励 安东他不是仅仅 为自己的疾病医治 来祷告 他为自己和主耶稣 有更欺蔽的关系来祷告 他为能够更加 明白主义的旨意而祷告 他为我们牧师师母祷告 为我们教会祷告 为我和我们家庭祷告 为把一切的荣耀 都归对主耶稣基督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因着人的罪 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的是生气上 有的是感情上 有的是性上 我们都需要保持 人们需要救助 可是 两千年前 犹太人欢迎耶稣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究竟是为什么 仅仅仅是为了得到 今生的一些好处吗 当然不是 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 耶稣 救世救主 因为主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我们这些不配的 能够战胜罪恶 能够战胜死亡 能够永远有盼望 并永远在盼望 两千年后的今天 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 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呢 就是要把荣耀 归于耶稣 就允许我再重复一遍 两千年后的今天 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 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呢 就是要把荣耀 归于耶稣 这是我们能够 坚守我们这个真道的秘诀 不管我们在哪里 在家里 在我们工作学的岗位 在教会 不管我们做什么 都是为荣耀主耶稣的圣灵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 真正过一个 以上地位中心的生活 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是真正的 认识耶稣基督 感谢赞美主 现在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 做我们的结束宝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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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借我马里发生 借着几习修 借我长长话语 借着祖坛 借我随心所欲 借着祖言语 借我部主要求 借着祖坛 我 övoy meittä 去便所 me终於 借着祖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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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二生 斩进主 更新 千里祝的经浪 经历祝福而公 祝福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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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之业